那么我们转完之后呢 大家再看一下 非常关键的一点就是叫 重心放在前脚掌上 大家平时在打球的时候 是不是有一种感觉 就是放在前脚掌太难了 有没有就是感觉 根本放不在前脚掌 它全在后脚跟上 有这感觉没 有 是不是 你看 我就知道 对的 这个是原因是因为什么啊 原因是因为我们把这个脚 哎 这样了 你肯定是踩不住的 你别摔你 我也踩不住啊 这个重心放在前脚掌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人往前轻 后脚跟不抬起来 你想我们这么成年人 小的时候他行 他自重轻 他身体的体重也轻 他转 他咋转 他协调 他灵活 对吧 我小的时候转我也灵活 这长大了以后 加上我们体重增加 再加上我们的年龄的增长 你根本转不了 所以你只是把重心 放在前脚掌上就行了 不用后脚跟抬起来 抬完到最后还是会后仰 你还是坚持不住 那我们在打的时候 我们的脚应该如何进行 转体和转换呢 无论是攻球还是拉球 我们在来球以后 你看 转的时候 左腿 后脚跟是抬起来的 右脚是踩实的 你看拉球也是 下旋球 再看我的脚啊 下旋球 这时你如果后脚跟抬起来 你人是站不住的 你人是肯定不稳的 所以说你踩位的 就是把重心移到 这个脚的位置的时候 你必须要踩住重心 这只脚 左脚抬起来 看我的后脚跟 是不是抬起来了 重心踩在右腿上 再来一遍啊 看我的脚 重心踩住 这个时候我要出球了 再来一遍啊 攻球 一二 一二 他必须得进行 两个脚的转换 因为你在初级的状态 你没有这个左右转 左右蹬 把力量传导出去 那么你的发力 跟有控制性的发力 加上身体 这个就会相差很大 拉球也是这样的 你看 一 二 传导到出球的时候 我的右腿一定要蹬起来 这个时候我的左腿 大家看 是不是重心踩实的 球们 你看我的重心 是不是踩实了 然后 一 二 一 先他踩实 然后他蹬起来 你看蹬起来的时候 他有一个传导的力量 然后这个时候 左腿 是不是踩实的 如果你左腿 你后脚跟踩 你才抬起来的话 他会出现一个什么问题 人站不稳的情况 所以你的右半身 是一定要什么 一定要在转的过程中 发力向前 发力向前顶 大家看我的脚下转换 能看清吗 是吧 所以我们在引拍的时候 大家的重心 一定要放在我的右半身上 我们在出球的时候 右半身一定要发力向前 这时我的右腿 一定要蹬住 它是一个什么 传导 我 我也 没有 我 没有 有